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人呢是他之前在网上选出的自己的推荐人 那推荐人会不一余力地在他整个面试的过程中为他保驾护旁 为他的这个求职过程再添一把安全的保险所 好 首先我们要欢迎我们的18位大人 二号 财经杂志张燕东 欢迎第一次来的节目 十七号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刘彦群 欢迎 十八号 刘行美刘洛宁 欢迎 好 欢迎Mr.Job雷铭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争取时刻来了解同一个求职者 在此期间 达人随时进行表态 亮灯表示支持 灭灯表示不支持 求职过程中 十七位达人可随时想得爆灯权力 为求职者提供工作机会 如果双方达成协议 则求职成功 否则求职继续 最终求职者所获灯数超过九盏及九盏以上 求职者有权利选择场上十七家企业中的任意一家 获得该企业的适用机会 求职成功 如果不足九盏 则求职失败 好 我们马上揭晓今天第一位求职者 他选择要陪同他的推荐人是谁 我非常非常崇敬的思想家 哲学家陈寅确先生 曾经说过十个非常著名的字 叫做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不管是你在哪一个领域去做创作 那其实你能够秉持自己 由衷的一个对内心的坚持 都是非常可贵的 那我相信只要是但凡对精神和思想 有诉求的人都应该要支持他 那我们先看他的短片 这个腰部以上 半车 然后这个 等男孩出门之后 他会有一个再回头的动作 他就走过来 这时候是这场进入了一个小高潮 来 机子搬过来 过肩 我还不认识伴勇 许多人都还不认识伴勇 但我相信若干年后 会有许多人认识他 就像现在有许多人认识张艺谋一样 这是作家王史玥的一篇博客 我叫拜勇 是一名独立电影人 二十岁的时候 自编自导拍摄了我的处女作 《今年开春》 演员就是我的家人和同学 因此27岁的时候 有了自己第一部长篇作品 电影《少年》 我希望在三十岁之前 能拥有自己的第一部院线电影 目前也正在筹备剧本 我想能把中国的独立电影 带进电影院 用我的作品给中国电影 注入一股新的血液 欢迎 拜勇 大家好 欢迎 我叫拜勇 今年27岁 来自宁夏 我08年毕业于南京的河海大学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之后 就带着想拍电影的梦想 来到北京开始北漂 先后做过网络编辑 然后摄像剪辑场记副导演 栏目剧导演 然后今天来到《吃来之王》 想要找一份导演的工作 希望月薪六千元 谢谢大家 你跟邱卫老师是同乡 非常荣幸 非常激动 宁夏 所以这是更加支持他的原因 能在这边遇到老乡 我非常激动 好难得 非常难得 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王十月送你那个 他的小说的改编权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我09年的时候 看到了他这篇小说 叫《少年型》 当时就非常喜欢 然后鼓足勇气 在网上跟他发邮件 跟他联系了 我这样跟他说 我现在是非常热爱电影 是一个北漂青年 但是我现在没有钱 买您这个小说 然后就让我把 我拍过的短片 就刚才那个 我家人演的那个 《今年开春》寄给他 过了一个礼拜 我收到他的电话 当时他说 他愿意把他的小说 无偿地送给我 然后他说 看完那个短片 看到最后 他忍不住哭了 然后他说 这个片子应该 交给有梦想的人来做 我非常荣幸 因为王十月老师 算我在电影路上的 第一位贵人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也没有机会 当面感谢他 感谢一下他 今天借助我们 直来直往的机会 想公开地向他致谢 谢谢他 一直都是电话沟通 一个作家 就把他小说的 改编权送给你的 对 你知道这对于一个 成名的作家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割爱 而且是在 2010年的时候 在我联系 联系他之后 那篇 他获得了当年的 鲁迅文学奖 大家想不想 看看贝勇 这部作品的预告片 来 我们欣赏一下 非常訟iv 每一次只有 今天是个人 主题的预告 小鲁少配 类影括黑 保护别 拿了博盐 说话 马档度 也是 比斯得 特别 走 这个干啥呢 还不是个变大钢 他在路上碰电影 我觉得找的太心疼了 花眼镜 高笔料 找的就跟电视里面的电影明星一样 知道吧 再动我兄弟吧 把他弄死我 滚 滚 他知道那个电影呢 他今天转去了他那个电影 走走走 我 原子里长的绿酒菜 你不要搁 不要搁 你叫他 爱 好好地长这样 最后唱歌这是我姐 然后 亲姐姐 亲姐姐 然后片中出演角色的有我爸 我妈 我三个堂弟 两个表姐 基本上就是家庭作坊式的 所以应该很省钱吧 花了两万块钱 白勇是这样的 讲实话 刚才那个 我觉得他不太像预告片 他像是片段的累积 没有节奏感 然后没有现在能够让观众 看完之后立刻说 哇我好想看 就是他很个人化的风格 我不太同意这个啊 就像是说 比方我们以一个 美国的一个爵士乐的节奏 和比方说 内蒙的长调 你说哪个是哪个的节奏 这两个都不是 我相信你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你的对电影的要求 可能是你们出品的那种类似像太久那样的啊 那个是商业大片 那他有他的剪接方式 而白勇现在此时此刻他在做的这些是另外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市场需要多元化 而在他尚未成熟的时候 需要给这些仍然对自己的思想和精神 有一些坚持的人予以可能 你要知道他的成本只有两万块钱 秋薇姐这样的 我们根本谈的不是钱 我们谈的钱之外的 他的技巧 你说他的节奏 我觉得你因为太习惯于 你们那一类型的节奏了 我给你讲贾张科的电影或者别的电影 其实大家都能够接受 是因为他们有个人风格 我再讲白了 比方说他压根就没有风格 他只是简单的拼贴 就这样 一个大一的学导演的任何学生 都能够解成这样 所以你看他跟我讲说 怎么这个曲调那个曲调 不不不不 现在他压根还没有形成曲调 因为你还没有了解他的 刚刚已经看了呀 那个观点他仅仅代表流通 我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小众的 或者充满地狱文化的这么一个 拼接的这么一个展现形式 但作为我一个泪点很高的人 我看了以后眼眶发酸 而且我真的去打算 今天晚上我回去 就再晚我也要去点击 那个你的那个作品叫少年 我一定要去看 上涛是这样 上涛老师很简单 我没有否定他的作品不行 我想告诉你 如果今天不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场合 如果这个人不是败勇的话 请问这个片子在优酷上播放去 播上去之后 你会看他吗 你压根看完他前面五秒之后 你根本对他没有任何兴趣 因为你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 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哇好棒 但是问题在于说 我们得要把它放在一个公平的环境当中去评价 你这个评价对于一个真正未来想成为好导演的人 是一种捧杀 你别把事说严重了刘彤 你容易把事说得特严重特吓人 你真的你吓唬不着我 因为我觉得刘彤在这个行业当中 这么长时间他肯定见过的导演会很多 现在他真的是想帮拜勇去成为他的 就是梦想当中的那个目标 所以他才这么会说的 就是唐宁你刚才也说 他如果给了你好演员 给了你一个那个充足的一个资金 那你会怎么怎么样 他不现在还没有吗 而且在这儿不是来在找机会呢 刘总你先别说话 刘总你先别说话 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指责他 你用这种拼接的那种方式 两位老师 来展示的这种 两位老师可以先先写一下 你也别说话 你刚才不就是一直在指责他 用这种拼接的展现形式 是那种比较偏low的 然后是不时尚的 或者是一个 应该更精致的方式来展示吗 不是吗 但是他这种展示 如果相当你那种展示 像那种商业片那种展示 他就没有那种地域文化 更没有那种 那种他想展示的那种 小众那种电影气息的那种 好 刘总老师这样我问一下 白勇 请问刚才你的这个 90秒的预告片 你的剪辑的想法和构思是什么 我是本来这个片子是一个群戏 演员人很多的 我就想最基础的就是想 今天上电视机会不容易 我就想能把他们所有人的镜头 都先摆出来 先 你看 这是为了让大家露脸 刘总你有点太挑剔了 我能够理解他这么简 而且 他一个 没有说上过电视的一个孩子 然后用所有自己家里人 来做演员拍的一个电影 他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 让所有人露一个脸而已 没有想象说 要把这电影卖成什么样的 你那是商业的做法 各位老师这样 他这是非常纯朴的一个做法 各位老师我再最后讲一遍 对于拜勇这种方法 包括免费的那版权 我非常之崇敬 但是今天我们要用一个 电影导演的方式 来要求他的话 请大家不要对他要求那么低 因为你对他有高要求 是对他的帮助 你们几位先别争 你让拜勇说说他觉得 他心目中一个好的 独立导演的成功标准是什么 你先听听他的标准 就我接下来要做的 要拍的片子 我就是用观众喜欢的方式 讲我想讲的故事 谢谢大家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是有情怀的 现在手上有多少 拥有那么多钱的导演 是没有情怀的 因此上 这是我看中他的地方 可能技巧不完善 但是可贵的是有情怀 看看你知识的情怀 能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没关系 现在先来进行职业考评 恭喜你是17盏灯 目前都还在 谢谢 大屏幕你的题目备用 请听题 在电影拍摄片场 投资商突然提出 植入广告的要求 编剧和制片人都不在的情况下 你作为唯一的导演 将如何应对 我会跟投资人说 因为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拍摄方案 拍摄计划 都是安排的好 安排的满满的 然后您这个要求 对于今天的拍摄现场来说 就是突发状况 然后这个呢 应该先跟 我觉得应该先跟制片人商讨了 今天如果现场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耽误了影响了接下来这个正常的拍摄 这个预算超支了 还是等于多花了钱来拍这个广告 多不划算呀 我回答完了 谢谢大家 我再补充回答一下 我再补充回答一下 刚才这个测题 事实上 对于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说 他不会一下子到导演那儿的 他会先经过监制 经过制片人 如果今天我是伴永的监制的话 我根本不会让问题到他那儿 在我这儿已经会解决 不不不 我即使不在 我也有能力遥控这件事 我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监制 我觉得威姐今天完全做了一个 完完全全相反的一个素材 就是因为他有你的保护 本来我对他印象非常好 你能听我说完吗 但你讲完之后 我就觉得白勇 你能听我说完吗 真的被你害死了 根本不是这样 因为以专业的监制来说 他就是干这事的 我们现在假设一个情境就是 败勇遇到了这么一个手里拿着钱的不得靠谱的投资人 那个是这样 你就把我们这个冠名商的这个商标啊 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深海之谜 你在这屏幕上的四分之三的面积给我保持出现个五秒钟吧 因为他给钱了 要不然我不出拍了 这会非常不好看 我们可以稍微缓一缓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联合 那边等电话呢兄弟 那不好意思我只能拒绝 是这样啊白勇 你看啊如果我是一搞心理咨询的我会跟他这么说 四分之三的位置出现五秒钟可能比较难 咱能不能四分之一的位置出现个两三次 每次出现个一秒半秒的 你敢成吗 咱有个三分 可是作为一个电影来说你突然这个logo 然后闪来闪去两秒三秒 这样也是会非常不好看 任何客户都是希望自己的产品变得更好 你应该在当下告诉他说 OK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不好看 我们可以用什么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变得更好 很多客户不是说我贴你 你觉得说我给你钱你就跪下 没有的 你一定能够通过你的方式去说服客户 客户的就是这样 刚才有那么强烈的争执 几乎让姐弟反目 17人都在 所以 争取一下 我为大家带来了一段VCR 来我们看看这个短片 从2009年开始 我就决定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 为了能够考上这个影视人心目中的最高学府 我辞职三次考研 有两次进入了副试 还有一次取得了笔试第二名的成绩 但最终还是没有考上 不过现在才27岁的我 跟张艺谋比我还年轻 虽然我比假装科失败的次数多 但我要考的是导演系 我记得刘彤老师也考过 他应该跟我有同感 有几次我很强烈地感受到那种 我在为理想奋斗的滋味 真的自己就被自己感动了 然后就忍不住哭了 如果有一天你们在电影院看完一部电影 在最后的节目上看到拜永导演作品的话 我希望你们还会想起曾经那个为了理想 执着地坚持了很久的年轻人 我有一点点的私心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私心 刚才我看拜永拍的这个东西 那因为那个其实是我小的时候生活过八年的地方 如果我们作为这种很可怜的北漂之徒 还可以有一些些的情感是能够跟你 曾经的那个记忆的少年也好 女少年也好 有链接的 那我真的希望有机会能把这些情感 好好的给保有下来 不管是用歌也好 用文字也好 用电影也好 周伟老师说 拜永是一个有情怀的年轻人 拜永你身上的情怀我们都见过了 刚才现场那么激烈的讨论 无外乎就是 如果你的情怀 同时你又学会了怎么和钱打交道 你的情怀将更有光彩 先问一下十六盏灯 如果你觉得拜永有资格在九点灵上 此台选择的话 请留住灯 如果你觉得他没有资格的话 灭掉面前的灯 好 那我希望刘彤老师能继续帮我成长 谢谢 有请光线传媒电视事业部副总裁刘彤 代表光线传媒送上飞剑信 好的再次掌声恭喜 拜永好好干 谢谢翔哥 我相信我主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下一位求职者 他选择的推荐是谁 这位我要推荐的求职者呢 他今年三十七岁了 但是他是浪子回头经不换 然后我推荐他的原因很简单 我曾经在某一个聚会上和他遇见过 他真的是迎来送往所有的人 然后帮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 比方说开酒啊 然后帮别人去找东西啊 叫服务员 脸上没有任何的不快 我觉得他心思非常细腻 所以当他找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好人 我活了三十七年 大多数时候我心我素 而且义无反顾 因为随波逐流不是我的人生信条 在同龄人上学读书的年纪 我像所有问题少年一样 打架 泡妞 逃课 去夜店 在同龄人开始朝九晚五 上班工作的时候 我一头扎进了音乐的世界 疯狂的迷恋上了摇滚 在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子 功成名就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三十七岁的我 除了那几首没有发表的歌之外 一无所有 除了音乐之外 我从事过三十七岁 没有一个坚持超过一年 但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往 2014年 我需要一次重生 看看他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 成功重生 有请 大家好 我叫黄伟 今年三十七岁 来自于上海 那个小时候荒唐过 混蛋过 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呢 直接进入社会了 然后在酒店宾馆里边 有过两份时间 不是太长的工作 96年的时候 我开始进入上海 和北京的一些PUB 开始铸唱 也曾经 对 也曾经有过三四支自己的乐队 那最近的一支乐队 是在几个月前 刚刚解散了 人都那个 老婆孩子热炕头去了 都有了 都有了 就你单着呢 对 喝 我这次来到这里 可能也是因为希望 借这个舞台 告别另外一个舞台 那 我来到这里 是想争取一份 比较稳定的工作 那么我的目 目标的薪资范畴 在三千到五千 好 谢谢大家 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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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执行 不好意思 谢谢 什么什么执行 活动执行 好的 来进入到黄伟的面试时间 开始 12号 雅致人生 杨璐老师 我对你有成见 这个成见 最大的成见就是 朝九晚五的工作不适合你 你真的耐不住性子 我觉得这个你一定要考虑 认真的去考虑 是这样子 我在2013年也是招了一个 差不多这样子的 但是内心特别柔软 做活动执行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浪子 回头筋不换 然后你也可以接受 这份工作的话 那么 但是你去到公司之后 发现这个活动执行 不是你想要的 因为你刚才说 你特别我行我书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从头学起 徐欣接受 因为我认识黄伟的时候呢 我听说他有一个故事 因为他以前也在上海的 官公司工作过 为什么我说他心细如麻的原因 是因为他曾经做了一件 让我觉得说不可思议的事 我觉得你跟蔡老师 可以分享一下 对 是这样子 曾经有一次我是拿着照片 然后拿着那个货号清单 然后一件一件的对货盘货 然后一个人 戴着四五百件的 首饰项链 然后冲到云南去 交接给同事同事 又对了一遍 这个我觉得 如果说大家怀疑我 对琐碎的方面 耐心不够的话 我觉得我是足够有这个耐心 来做这所有的一切 我觉得你现在 其实你说做个活动 之前应该一定没有问题 就是我觉得你 你的这个年龄 跟你要跟其他的 比你小很多的人 一起去竞争 在公司的未来 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原来都是在酒吧里面唱歌 你到酒吧里面去帮个忙 都会比这个薪水高 而且是跟你原来工作很有 就是原来的生活圈 是很有关系的 你为什么不找那些工作 我其实的初衷真的是希望就是 能够找一份 让我父母能够安心的工作 那在他们的衡量的标准里头 可能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 来看一下你的测评题 好不好 好的 请听题 活动开始五分钟前 临时需要找一条项链做表演道具 你作为活动执行将如何处理 就这么简单吗 这一定里面有玄机吧 11号生命会 这我来补充一下吧 就是这个活动还蛮重要的 因为他突然需要了这么一个道具 咱们拿一开始对你有点成见的杨璐老师 因为他也带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 你能不能跟杨老师来做一个沟通 看一看你能不能真的从杨老师这边 拿到这条项链好吗 这个问题我现在是这样考虑的 那以我一个小小的活动执行 来建一条那么贵重的饰品的话 首先我觉得这个成功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 除非是我要找到一个和杨璐老师 有非常高的熟识度 并且是信任度的一个人做中介人 我才有可能通过他向杨璐老师开这个口 好那就现在在这个场上你判断一下 找到到底谁是能帮你一起跟你把杨璐老师的项链接到手 我也在我也在 我可以的 刘彤老师 我可以可以吗 杨璐老师我们两个关系还可以 你脸好大呀 杨璐老师你好 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大型的活动 当然您也是这个活动的重要的嘉宾之一 那我现在临时缺一条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项链 那我突然觉得您脖子上这条项链 特别符合我们对道具的要求 那当然这也是因为您本身就是一位大气高端上档次的人 那是否可以请您借我们使用一下 然后我保证在活动结束之后 我会分毫不损完毕归照 首先第一你是谁我不知道 第二我也是重要的嘉宾 为什么让我的脖子空着 让其他的嘉宾脖子上有 另外这条项链很贵重也是我借的 万一你给我弄丢了我怎么陪人家呀 杨总杨总杨总是这样的 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做的 你是谁啊 我小刘 对就是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了 对因为你看每一次 你是作为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嘉宾都邀请过来 是这样的 因为小黄他们今天有一个莫文蔚的表演 但莫文蔚呢他本身没有合适的项链 所以刚才小黄就告诉我说 说看能不能够借一下您的这一条 然后呢 对所以呢 你想我们俩交情那么熟了 我一定从头到尾帮你盯着 但是呢 因为你坐的是主嘉宾的位置嘛 我们的镜头可能会拍到你 刚才小黄又讲到了 莫文蔚的那个化妆师 他化妆箱里头啊 还有很多别的项链 但是呢 假的吧 不不不不不 莫文蔚开玩笑 对啊 很高端大学上档次的 就一会你随便挑一挑 那他为什么不用他化妆师箱子里的项链 是这样的 因为一会那个表演 他是跟刘谦表演 我们有非常进去你的镜头 莫文蔚的那个项链是碎钻 但是你的呢是大颗的钻 所以你的这个拍起来非常好看 所以我能不能够比方说 您呢先借这个给我们用一下 然后我们先拿别的 您先带一下 就五分钟 五分钟 那 好啊 好啊 杨老师谢谢啊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这事就这么完了是吗 我自己还是觉得 就刘彤在帮她完成这个任务 对啊 其实黄伟他已经讲了他的逻辑 我只是对帮他 是 刘彤你太主动的在帮黄伟了 其实我觉得啊 一开始你的思路挺好的 应该是让他主来嘛 对 黄伟是这样 我觉得一开始其实你的思路挺好的 坦白说你能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让我都觉得有一点惊讶 但是我刚才告诉你 其实这个沟通的过程应该由你来主导 其实之所以抛这么一个问题 问你都不在于到底能不能借到项链 关键是我觉得啊 你在台上有一种气场 因为你在pop待了很多年 其实你有一种让人 可能和不在你这个生活圈的里 不在你的生活圈里的人 和你的距离会相对有点远 我想看看你跟这些 还处在正常社会 或者你说的朝九晚五 这样的生活状态当中的人 能不能正常的沟通 如果有正常沟通的桥梁了 我觉得你沟通后面会很好 应该能帮你开启这道门 谢谢陈老师 今天去的时候你说看三种 一种是看现在的能力 刚才因为刘彤老师表现得太好了 所以反而显得你有一点点不好 那第二点的是看求职心态 我觉得你心态其实挺好的 第三点很重要 看未来的希望 你能告诉我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吗 长期的计划我还真没有太多的去考虑到 短期的计划我就是真的是希望能够从新开始 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走 你知道在打动面试官的时候 你的未来的计划才是给我最大的信心 所以如果你想再继续走下去的话 我希望这块你能够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是这样的 因为黄伟已经37岁了 我觉得如果黄伟说出一个五年十年的计划 他已经40多了 我希望他能够获得各位企业老板的信任 因为只有你们才真的能够给一个37岁的人 一个新的人生的机会 谢谢你们 来 征续一下 现在时不忍得 陶伟 这次 促使我来到咱们这个直达直往这个舞台的 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 是应该到了我对我的父母 进一些孝道的时候了 他们作为父母来讲 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希望我能够让他们安心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状态 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真诚 来为我自己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 谢谢 一开始就讲了你以前是在酒吧 很长的一段住上的经历 那我们能不能够现场有这个荣幸 可以看到黄伟在舞台上的曾经的那个荣光跟骄傲 也代表如果今天走向了这条职场道路上 之后你的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的正式演出 可以 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一次我是特地为了咱们这个直达直往这个节目 敢录了一首歌 你有准备了 对 然后这首歌是用上海方言做的一首POP rock 上海方言唱流行摇滚 名字就叫上海人 给我一点鼓励好吗 谢谢 造起来 造起来 好自地的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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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自由的情歌歌上黑音 美體皆知 往事之舒服年間 有的情歌歌上黑音 讓我逃避 讓情要失落了 謝謝 我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 正要問出來 打斷了 沒關係 好 你老大 爆燈的是16號 新世界幼教集團 照單提供的工作機會 跟心水事 如果會一些音樂的話 可能會做一個 音樂的這個老師這樣子 月薪 剛才說一下 有五千 你有兩個選擇 接受或拒絕 接受就直接拿到 這份工作了 拒絕的話 你只有十四盞燈了 接受 還是卸絕 對不起 照單老師 接下來 十四盞燈的主人 最後五秒鐘時間給你們 如果你們覺得 黃偉有資格在九盞燈以上 自己來選擇的話 留著燈 如果你們覺得 沒有資格在九盞燈以上 自己選擇的話 滅掉燈 五秒鐘 思考開始 謝謝 謝謝 謝謝所有的達人老師 謝謝 謝謝 黃偉 黃偉 自己來選擇 在場的 無論是亮燈 還是滅燈的 任何一家企業 我選擇 邱威老師的上上升 有請邱威 送上 推電信 謝謝邱威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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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 來恭喜他 可以拿到一份工作 加油 謝謝所有的朋友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位求职者 看一看他推薦人是誰 我看到他就想起我女兒 她選擇了一個在直來直往到目前為止失敗率最高的一個職業 她為了這樣的一個理想 一直在努力 她的努力打動了我 所以 我推薦 很多人都說我長了一張明星臉 其實我並不建議他們經常把我這樣認錯 因為我覺得漂亮的臉蛋也是進入娛樂圈的通行症 很多女明星都是靠臉蛋吃飯的 我覺得在娛樂圈這也是一種本事 可能因為我的長相比較甜美 走的是蘿莉的路線 所以 偶爾給導演撒個嬌賣個萌 他們就會產生愛戀之情 謝謝導演 這給我的演繹之路呢 也是帶來了很多的便利 可能也就是因為我長得還不錯 看得比較小 導演們往往是忽視了我的演技 只給我安排一些花瓶類的角色 我覺得很不公平 今天來到這裡呢 就是想向大家證明 即使要做花瓶 我也要做最有內涵的青花瓶 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們 手下留情哦 這位有來頭 據說她是湖南大學校花 歡迎校花 你好 響哥好 18位達人好 我叫周娜 今年20歲 來自湖南 現在就讀於湖南大學 波音主持專業 是一名大三的學生 因為平時參加過一些電視台的 欄目組的表演 所以我今天想來應聘的是 演員的職位 我的目標薪金是5000元 謝謝大家 周娜 歡迎你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 這個湖南大學校花是怎麼選出來的 這個就是 當時在有一檔節目 它是一檔晚會 它會選50名全國的校花 然後 50個校花 對 就是50個校花 然後同台表演 然後我就是投了資料 然後和導演進行了面試 那個導演組就覺得 我可能還還不錯 就說那你是湖南大學校花 就是這樣來的 看看今天這個南大學的校花 今天的求職過程是否順利 好不好 來 進入到周娜的求職時間 希望各位哥哥姐姐 能夠手下留情 周娜 你確實是很漂亮啊 但是你剛才有一個誤解跟誤讀 你說了一番話似乎是說 只要有美貌 基本上她就是可以成為女明星 是一個坦途 那因為我們在這個行業裡面 工作了這麼久 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女明星 是真的只有美貌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除了爹媽給的這個外型好之外 你覺得你還有什麼樣 其他的是固人之處 會令你成功地去獲得其他的機會的 我指的不是發點啊 因為我學郭英主持 所以我的胎姿功力還不錯 然後我挺努力的 謝謝 那你看過哪個演員 演技特別好的 他是以 除非他演的那個角色是播音主持人 否則哪個角色是以 播音主持的狀態去說台詞的呢 我覺得學播音他 因為我們會學台詞嘛 然後播音他會用不同的方式去發聲 然後這個對我們的台詞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那比方說你把剛才 余老師 如果你想你老婆是邱薇 你女兒是周娜在家的話 你會瘋掉 我跟你說 長得不好看的女的 都是刁難長得好看的女的 你以為嗎 我覺得邱薇你很漂亮啊 沒有沒有 真的很漂亮欸 哇 一上來就對著這樣的一個人 真的是挺難回答的 我覺得就是邱老師 這關你過去了 什麼酒你都不怕了 十三號 岳律師 說因為你在VCR裡面就說哥哥姐姐 上了台又說哥哥姐姐 真的 我其實挺尷尬的 就是說被一個二十歲的小姑娘 叫哥哥姐姐 我有點受不了 叫叔叔 岳律師剛才說的這一點 非常非常正確 在面試當中 切記用個人化稱謂 你可以稱呼他們 比如說月深山老師 或者叫他月律師都可以 要用他的工作身份來稱呼 謝謝各位老師給我的這個意見 我以前真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我以後會一定會注意 來我們看看他的策刊那是什麼 請聽題 假設情景 余洪澤老師剛剛領了工資 請分別扮演余老師的女兒 老婆和老媽的角色 向他開口要錢 來 你們到舞台中間來 我把地兒讓給你們 好 現在開始了 爸爸 我就說吧 我手機弄丟了 你給我買一個行嗎 你早說就完了嗎 你肯定嗎 那錢不都被你媽拿走了嗎 爸 我知道 你呀 還有一個小金庫 我沒告訴媽媽 好好好 你就說 這是不要再提了 爸爸 可以嗎 不要再提了 第二個 老公 老公 我 我看中了一個包包 老公 你幫我買好不好 老公 我打電話呢 老公 你別裝了 那個包包特別特別漂亮 我帶出去本兒有面子 你給我買一個行嗎 錢不都在你那兒嗎 你買我能管他嗎 老余啊 你給女兒買手機我都知道了啊 這錢給不給 好好好 還有十盞燈了 請注意哦 謝謝老師 然後第三個是 大家看完行不行啊 現在開始了啊 喂 哎 兒子 媽 媽 你 你 你最近工作忙嗎 媽怎麼了 你說怎麼了 媽 媽有件事 一直沒有跟你說 媽你別著急 你別著急 你慢點說 你爸 我爸是病了嗎 是我爸嗎 是我爸病了嗎 媽媽你別著急 你別著急 我馬上去跟領導請假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你千萬別著急啊 謝謝余老師 在演戲的過程中 有七點能滅掉 Jona這個過程看得我心裡面 就其實也一陣一陣難受啊 說實話你跟一個 沒有任何表演天分的余老師 在一塊PK了一段演技 然後結果呢 其實還有點不相上下 有的時候他還有點概過你 其實這一段考評題啊 考的是你兩個方面 一個是升台行表的基本功 另外一段是對角色的理解 你知道你剛才演那個余老師的女兒的時候 真的不像他親女兒 然後你到後面又去演那個余老師的老婆 說實話我覺得也不太像正式 就是這個你對這個就表明 你對這個角色的理解 確實還是有很多欠缺的 就你覺得他最後那個 比如說演那個老人的那個 真的沒有你演的好余老師 啊 真的沒有你演的好 那我這不是把你坑了嗎 太可愛了 但我覺得就是最後那個 確實他那個當時說第一聲的時候 一下就打到我心裡了 中大我個人真的覺得他挺虎的 這個虎是指說一個女孩 你能夠讓她在台上 那麼快速地進入某個角色 你甭管她演得怎樣 她真的豁得出去 我覺得真的很好 不扭捏 不做做 我覺得這是中大最好的特點 但是中大你犯了一個致命的弱點 就是我們求職啊 給自己貼的標籤 都應該是挖掘之後 讓大家喜歡你的標籤 而不是一眼看上去 我們就知道好和不好 比方說你說自己美貌漂亮 你上了那個VCR 那臉多大啊 就是真的是嬰兒肥 你剛才舉的那幾個女明星 林志玲啊 什麼那個林志玲啊 楊密啊都是高情商取勝的 到今天為止 我再考你一個問題好不好 好 因為湖南大學的土木工程系 非常的牛 每一次你們的畢業晚會 我知道 土木工程系的男生 都不會去看的 作為一個播音序的女主持人 如何去說服 土木工程系的男生 來看你們的畢業表演晚會 我會這樣 首先我們要確立 畢業晚會的時間 然後跟他們說我們這個 畢業晚會的一個主題 他們才不感興趣這些主題呢 然後我們還會設計一個環節 就是請土木工程系的男生 和我們一起參與 一道節目的演出 他們才不會表演呢 我這樣說吧 每一年土木工程系的男孩 畢業之前呢 都會跟湖南市大的女同學聯誼 都不會跟你們的人聯誼 所以你為什麼不找到這個需求 告訴他們說 OK 我們所有畢業晚會都是男女生分開做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而且所有的女生 都是我們胡大播音系和表演系的女生 我們都在那 肥水不留外人田 大家互相連個儀唄 這個才是土木工程系男生的需求 總之 周娜 我的意思就是講說 你應該用更高情商的東西 去說服對方 而不是那些大家都能想到 但是又會拒絕你的方式 我只是在善意地提醒你而已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4號 劉童 殺手劉童 周娜 對不起啊 我覺得作為我們是在 越路山下一起讀大學的詩歌 我特別想告訴你 以你現在去做表演 真的是害了你 我為什麼敢來滅這兩燈 我知道有可能你心裡會恨我 但是我覺得我必須給你提個醒 這一行不好走 要就做好準備了再走 就是這樣 謝謝劉老師 特別企劃當中 九點燈以下 結束面試者的面試 謝謝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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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和你分享 少一點男子最健康 我們都是本小孩 但不忘提起送他 接下來下一位求者 要等待著我們認識他 看一看他選擇的推薦人是誰 我推薦的這個選手呢 叫韩曉萌 我推薦他的理由 或者說他選我的理由呢 是因為我們是校友 他本科是在中國政法大學學的 他在大學期間的成績是特別的好 這一點的話我們是望塵莫及 在本科期間連續四年成績全年級第一 之後呢他是保送到了清華大學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資料 我是一個一直對自己高標準言要求的人 初中時我就告訴自己 將來一定要上清華 這所中國最高頂的學府 可是高考發揮不容易 讓我與清華擦肩而過 但我並未放棄上清華的夢想 正因為我本科四年言語綠己 終於以第一名的成績保送了清華研究生 對於工作 我的理想企業是央媒或全球500強企業 未來老闆或企業創始團隊最好是高學歷出身 這樣我才會看到這個企業的文化和未來潛力 最好順便解決個戶口 一定要有五險一擊 我認為作為清華的高材生 我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刻苦學習 比別人多付出了幾倍的汗水 所以我們理應獲得一份 與資深價值相匹配的好工作 我們趕緊請她出來 有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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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韓曉萌 今年25歲來自山東 現在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攻讀碩士研究生二年級 我本科的時候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英語專業 同時俯修了法學專業 現在在清華讀的是國際新聞傳播 我曾經在新華社和中國日報社旗下的 二十一世紀報這兩份媒體實習 今天來到這個舞台上想尋找一份 編輯記者的工作 目標薪金是六千元 謝謝大家 歡迎 現在我們正式進入到小萌的面試時間 你進到中華大學第一天你就想說 姐妹一定玩命學習 考清華研究生是嗎 也不能這麼說吧 但是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清華的夢想 但是我注意到你剛才在短片當中說了一句話 你會不會覺得 有一些達人老師聽起來特別刺耳呢 你說 作為清華的高材生 我一定要選擇 央企 央媒和 國際的大公司 這樣才是對十幾年認真學習的忠實回報 就像我在正法大學和清華 給了我兩個非常高的平台 能讓我接觸到了很多的教育資源 所以在職業生涯中 我也希望能有一個好一點的平台 能夠幫助我去成長 小萌我一定要搶在第一個 給你一個提醒和建議 正法大學開過一門課叫邏輯學 我想你應該上過這門課 對我上過這門課 這門課程講到 事情的因和果之間 一定要有邏輯關係 那麼剛才你提到了一點 我覺得不管你是想選擇 大的公司 央企 無險易金 創始團隊要有什麼樣的高學歷 我覺得這都是你個人的選擇 非常非常好 選擇清楚是好的 但是你千萬不要把自己 付出了十年苦工 上了中國的頂尖學府 然後付出了比別人多更多的 這個精力和汗水 就等同於你可以拿到那些東西 好的 謝謝師兄 其實剛才他講了一些 說是像央媒 像有好多要求 這些我覺得是一個上進心的一個表現 而且確實實 以往這十幾年的經歷來講的話 我個人始終是覺得 你有這個資格來講這些話 小萌是這樣的 我就特別的看那個VCR的時候 我就感覺這孩子會不會是書呆子 你之前的所有的優秀 我們承認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講一個笑話 看到你的另一面呢 我其實是就是跟唐寧老師一樣 我曾經在西東方擔任過三年多的兼職教師 所以上講台講段子是我的一個必備的技能 那就來一個 你確定你講的是中文段子 是中文的段子 但是每次都是根據課堂的不同情況來講的 來一個那個女士不爽的段子 女士不爽 來 韩老師 就是我特別喜歡講以前就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就是中國考生 特別喜歡去國外考託服呢 因為我是教託服口語的 就很多考生會覺得在國內考託服的時候 周圍的人都太強了 一個個說起口語來就非常的溜 然後就這個對於我們在說口語的時候 是信心上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學生他會選擇去一些比較 相對而言欠發達的國家 比如說什麼尼泊爾啦 你像有的人他去尼泊爾考託服 你能夠聽到周圍很多人的那個聲音 就那種尼泊爾口音的英語 一般而言是非常不純正的 所以中國人你在那兒那種京腔英語 或者是你在各種各樣的東北味的英語 在那兒其實算是非常純正的 能夠極大的提高我們中國考生 考託服的這個信心 這是我的段子 剛才你剛才講的是笑話是嗎 對 不好笑嗎 是這樣 我補充一下 因為在場的這些聽眾 都不是考託服的 所以說你們沒有這種感同身受的感覺 也就對他的這個笑話 可能感覺不到那麼的好笑 不能夠因為這個你覺得不好笑 就認為他是段子講的不好 我想剛才約老師你的辯解並不成立 你為這個小萌的辯解 你說是因為在座的各位我們沒有考過託服 所以我們不理解他的概念 我覺得作為一個你將來想冰冰記者 你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去打動你周邊的人 你再說語言的力量 但是我聽你講了很多的東西 我覺得有點混亂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要簡單粗暴有效 謝謝老師 小毛你好 劉老師你好 對 我覺得就是 對 表現得很優秀 但是你一上來之後 講了這個央媒 全球五百強 無形易經 北京戶口 然後老闆需要是高學歷 作為清華的高材生之後 我突然有了一種感覺 就是我陪著老爺家的小姐來相親 幸福不屬於我 我只能在心裡說 小姐祝你一生幸福 我有一種被隔開的感覺 就是我個人建議 就是不要有一種 讓其他的企業有一種覺得說 像隔岸光火的感覺 最好是把大家拉在一塊兒 但是呢 因為你的優秀 我只能告訴你說 祝你一生幸福 好 來 我們看一看 韓曉萌她的 職業測評的表現是怎麼樣 請聽題 以下十二十道 涉及財經 時政 娛樂 體育 遊戲等方面的題目 請快速作答 來 準備 2013年一位年輕的企業家 融登美國慈善家榜榜首 他的名字是 Mark Zuckerberg 正確 歐元區 在2014年1月1號迎來的新成員是 哪個國家 拉脱維亞 正確 全球最大的財經資訊公司是 彭博新聞社 正確 2013年6月中美領導人在美國 加利福尼亞州哪個莊園 進行了友好會晤 安納伯格莊園 正確 縮寫QE3代表的是什麼 是美國的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 正確 京縣烏龍紙投資的是哪個證券公司 光大證券 正確 阿里巴巴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唯一一款線上存款業務叫什麼 我用過叫做余額寶 正確 2013年國企退休養老金按照2012年的百分之多少提升 應該是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百分之十 正確 2013年第一家將新能源與跑車結合的是哪家汽車品牌 新能源與跑車 是Tesla嗎 正確 第85屆奧斯塔頒獎典禮中獲獎數量最多的是哪部影片 第85屆奧斯塔獎 第85屆奧斯塔獎 第85屆是這一屆嗎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正確 第12屆全運會在我國哪個地方舉辦 遼寧沈陽 正確 網友戲稱用生命上頭條的明星是哪位 汪峰 2014年春晚總策劃是誰 是馮小剛嗎 不是 我記得是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導演 張國立 正確 網路用語高端大氣上檔刺的下句是哪句 低調奢華有內涵 正確 2014年1月8號在巴厘島舉辦婚禮的是哪對女性 是我 因為那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記得是楊蜜和劉凱卑 2013賽季的女子網球年終總決賽上 李娜獲得世界第幾名 第三名 正確 英國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的第一個孩子的名字是什麽 我記得她的全名叫做George Alexander Lewis 正確 2013年金球獎評選的世界足球先生是哪位 2013年 隨便蒙一個吧 C羅 錯誤 雷西 2013年歐洲足坦五冠王是哪支球隊 是 巴薩還是拜仁 是 要你確定 2013年歐洲足坦五冠王是哪支球隊 百人慕尼黑 百人慕尼黑 正確 CS的中文名全稱是什麽 野戰或者是 不太清楚 反恐精英 二十道題 答對十八道 有人爆燈 有人遣先爆燈 好 新西蘭天尾網 第一家爆燈的企業請問提供的工作機會和收入式 我覺得你的能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目前為你提供的職業是作為我們新西蘭天尾網在中國的國內新聞的編輯 謝謝王老師 謝謝王老師 五千人民幣每個月 好 你的選擇有兩個 兩個 一個是接受 一個是婉拒 因為你的燈數還在9站以上 我想給自己一個機會看看其他的選擇 所以接受還是婉拒 拒絕 好 謝謝 六號燈請滅了 小萌給你時間爭取一下 首先我想就是再強調一下 我除了在學習之外 也有非常多的興趣愛好 像我喜歡唱歌 之前在中學的時候 也曾經獲得過山東省的六項藝能比賽的二等獎 也曾經在大學和研究生期間 都也在我們的小型的派對和晚會上也唱過歌 那就唱唱呗 我就唱幾句吧 唱一首藝能歌叫做Perfect Moment的前幾句 this is my moment this is my perfect moment wind, Volunte this is what God meant this is my perfect moment wind, Duke I wish I could freeze This space in time The way that I feel For you inside 谢谢大家 目前是十二盏灯 给所有的十二盏灯的主人 最后一次思考的时间 如果你们觉得 他有资格在九盏灯以上 自己选的话 你们留住灯 如果觉得没有资格 灭掉那盏灯 因为九盏灯一下 小萌就带着遗憾离开了 所以最后思考 请 万万没想到 我相信在场 所有的答案老师 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看到了 你真正想得到的 那个职业生涯 以及将来 你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你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 你错过六号 王伟老师那盏灯 真的不应该 因为你错过了 另外一种可能性 其实我挺替小萌高兴的 我觉得就是 人嘛 就是有点骨气 你要是喜欢一份工作 你就去接受它 我相信这儿都是好工作 但是不一定 每份工作都适合你 政法大学的老校长 江萍有句话叫 只向真理低头 我相信这个真理在你心里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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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和你分享 少一点男子气健康 好了 最后一位求职者 看一看他选择的推荐人是谁 那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选手 一点都不美 而且也没有那么苗条的身材 二百斤 而且是捡过七十斤之后的二百斤 但是呢 我特别真心地跟大家推荐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爱美 他让自己美的同时 他也在影响着别人的美 所以他对美有一份爱心 这是我最愿意推荐他的 真心地推荐 在很多影视剧中 胖子往往作为一种调剂 成为大家调侃的对象 人们习惯用慵懒的 贪吃的等一系列不好的词语 来形容胖人 但是谁说胖子就不能美了 为了改变大家对胖子的看法 我曾经参加了女模大赛 获得了十佳女模的称号 后来又因为在舞台上 模仿杨贵妃 沈殿霞 而小有名气 今天我就是想向大家证明 胖子也是可以有春天的 请他出来吧 先 小哥好 18位达人老师好 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做下自我介绍 我叫林思思 我的本名叫刘辉 林思思是我的一名 我是一名反串演员 哦 对 在过去的 你是男生 对 男生 哦 那么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当中 我一直在舞台上做一个非常优质的女人 但是呢 因为就是我在舞台上做女人的时候 就是做得太优秀了 那么回到生活当中 就是说回到我自身的一个男孩的状态的时候 可能我会显得有点 不是太自信 我今年33岁了 来到直来直往的舞台 希望能够大家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 让我学习如何做一个优质的男人 哦 那这个正儿八经的工作是什么呢 呃 只要是跟没有关的都可以 然后可能我做年 对 跟没有关的也有特别特别多 对啊 你要说出你自己的求职目标 我还没说完嘛 我还没说完 那么只要是跟没有关的 我觉得都可以 重点我想可能 呃 希望能够找一份整形美容之寻的工作 哦 希望的月薪是 呃 希望的月薪是 呃 不是 那个年薪是15到20万 然后5年以后50万以上 那我特别好奇的是 你是一个男生 你怎么参加了那个女模大赛 哦 对 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说一个胖子 一个胖人 不管是在生活当中 电视剧当中 还是在综艺节目当中 大家都可能会把一个胖子 作为一种调剂的这样的一种角色 那么在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文化历史 对不起 别急啊 我的问题是男生怎么参加女模大赛 你 我还没讲完赛 我想先知道这个问题好不好 包袱 包袱 这个不用那么多包袱了 我们就不是一个综艺节目 那难道你觉得就是说 在我扮上女装的时候 我长得 就是说你能够看得出来吗 我觉得完全看不出来呀 对不对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是为了证明胖胖也可以很美 所以说我去参加这个比赛 了解了 是这样子 四号 金英语 唐宁 我再确认一下 你是来找工作的对吗 对啊 但在过去的这十分钟之内 我觉得 可能会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错乱是 你过来可能为你自己做宣传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你来你已经说很清楚 你想做一个咨询师对吧 医疗美容咨询师 对 但你没有说任何 比如说你对医疗美容的认知啊 专业度啊 或者说是咨询方面的这种专业度 对 相反会让我觉得是一个闹剧 其实我觉得 我要解释一下 那个思思你稍等一下 因为他刚才一直在回答 一直在回答响歌的问题 响歌一直在问他说 为什么女模大赛你能参加 所以他可能说的啰嗦了一点 但是他一直在说这件事 洛洛 正是因为我觉得 他完全没有在回答响歌的问题 他是借所有的问题 在表达他想表达的 最大的问题是 他现在是在自我表白期间 还没有进入的职业特别期间 所以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对他 首先产生了一个主观的 一个反感 没有 是他的 没有没有 没有任何的一个人 要给他定性 是他在这儿太强化 他的表白方式了 你听我说完嘛 对吧 就是我没有说完呢 如果是说所有的我的表达 我都要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认为这个就是 他只是需要一个主场 平台 我们再配合 我们再配合来玩 你听我说完嘛 没关系 您说 随便说 股长 11号声明会沉默 是这样 我跟你说老师 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 我现在 我之前的那些经历 跟我做 整形明龙之云 这份工作来讲的话 它并没有冲突 我在舞台上 能够更好地展现 我自己的话 我 我 哎呀 真的 好快啊 这个灯灭的 为什么呢 我估计是这样的 因为思思本身呢 她比较胖 所以其实 胖人 内心 因为我跟她聊过 可能内心呢 真的会有一点点自卑感 她今天其实是想来找一个男人的自信的 我是希望思思能够阳光和包容的 我觉得今天你在台上 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好的反串演员 而不是一个医疗美容的咨询者 你刚才给我们带来了 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快乐 或者笑容 但不是信任 我至少不觉得有哪位女性 会敢让你在她脸上 把这个动刀子的权利 这个信任感交给你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没有关系 但是确确实实 我身边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她们都听我的 找我咨询相关的一些意见 老师说的话 你先不要太激动 我们让你 让她听一听 这个行业的专家 她的意见 伊美尔 刘彦群 其实思思你现在的表现呢 就是特别的激动 其实我们做这个职业的一个医疗美容咨询师 最重要的第一个要素是 善于沟通 善于沟通 首先要能够倾听 如果别人的话 患者的话 你都听不下去 这种沟通就变得断档了 有了沟通 才有了理解 才有了信任 我承认这一点是我非常欠缺的 所以接下来如果再去到一些 医疗美容机构去做面对面的面试 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一定要记得 刘老师 陈老师 还有其他几位老师 刚才的一些劝头 希望你下一次面试顺利 谢谢 我一个人和你分享 少一点难自己健康 我们都是本小孩 但不过心情胸胖 谢谢我们十八位达尔老师 特别是今天五位 这些人的辛苦一半 谢谢 谢谢雷铭老师 好的 各位 深海之地直在这档 本期就是这样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太日落的海边 太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我相信